太后称如意说话滴水不漏 比起其姑母长进不小 如意说姑母去世已久 自己全凭太后教导 如意称自己一直不懂 为何延续家族荣光 就要位置中宫 太后也说 当年景仁宫就是被他自己的心思困死的 自己从未做过皇后 如今却走到了最后 能和先帝同学共眠 太后提醒如意 不要像她姑母一样 作俭自负 如意表示自己谨遵教诲 海兰听说太后急诏如意 知道太后一定会问起 大个三个一事 想自己去向太后言明 可如意却说此事已了 让海兰不用担心 海兰担心如意怪罪自己 纯贵妃病了数日 皇上一直未去探望 太后称此事并非纯贵妃一人之错 想让皇上尽早立候 皇上想等两年丧妻已满 再做决定 太后提议先策立皇贵妃 未同父后 这样也能有人主持后宫事务 太后认为纯贵妃是合适的人选 可皇上却认为如意更善于 打理宫中之事 坚持立如意为皇贵妃 皇上还提起 自己想让纳钦前往平定金川战事 太后称 纳钦兵法并不娴熟 非统军之才 想让纳钦留在宫中 可皇上主意已定无法改变 太后最后提醒皇上 若是皇后没有家事 没有子嗣 会十分辛苦 皇帝走后 太后感慨 皇上已经不再是登基时的皇上了 如意被册为皇贵妃 家妃也晋升为家贵妃 册封以后 众嫔妃参见如意 如意提起几日后 皇上请了安吉大师到宫中祝寿 到时嫔妃们也可一同祈福 夜里世子继位的消息传来 新王承袭王爵后 都要进京觐见 家贵妃得知 自己能再见世子一面 十分欣喜 家贵妃想奔倒如意 让世子进京之时 看见自己畏惧中宫的样子 皇上得知 世子新成王位 却与王妃发生局域 逼得王妃羞愤自杀 皇上认为 这位新王逼死发妻 不仁不义 不配为人 皇上人将新王压戒回京 还嘱咐 不要将此事告诉家贵妃 燕婉带上礼物 来看望家贵人 却吃了避门羹 燕婉走的时候 遇到了禁忠公公 禁忠告诉燕婉 御事的新王爷 被压戒进京 提醒燕婉 这是一个扳倒家贵妃的好机会 燕婉命宫女 去找从前林云彻身边的赵侍卫 命她把自己的戒指 带给林云彻 林云彻得知 燕婉饱受家贵妃欺负 动了轻声之念 急忙来见燕婉 林云彻走进房内 不见燕婉 准备先行离开 可宫中已点燃了 秘智的香药 燕婉来到林云彻身边 握着林云彻的手 称自己如今才知道 离不开林云彻 林云彻如今已经神志不清 听了她的话 才知道自己已被利用 强打精神 推开燕婉 守在门外的工人 听到房内传出的声响 赶来拦住林云彻 燕婉知道 才清醒过来 嘉贵妃身体不适 这时前来送兵的宫女 毛手毛脚 惊扰了贵妃 嘉贵妃责罚她 跪在太阳底下 不许吃饭 不许饮水 安吉大师进宫祝寿 众嫔妃前去迎接 安吉大师行进路上 兵士宫女按耳摔倒 安吉大师的弟子安多 将她扶起